你知道三峡大坝移民有多少吗? 在答案切小之前,我给大家分享三个数据 第一个数据是,三峡大坝移民总数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伊太普水电站的30倍 第二个数据是,世界上有40多国家的人口数量要低于三峡大坝的移民数量 也就是说,三峡移民数量相当于搬迁一个国家 第三个数据,几乎每一千个中国人里面就一个三峡移民 根据统计,三峡移民的总数最终超过131万之多 这一个数据,让三峡工程成为了世界上移民人数最多的工程 三峡工程的成余拜关键在于移民 可以说,百万三峡移民舍小家雇大家为国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水雕鸽头,游勇,池中写道 更好地描述出三峡大坝建设的宏伟蓝图 并最终于在1994年12月14日正式开工建设 揭开了三峡库区群众搬迁的工作序幕 随着三峡大坝的横断截流 导致上游水位上升 沿江两岸的城市村庄都被淹没 而乌山老县城驻乌峡镇 错落于长江与大灵河交界的河坝上 地势平达 占地面积172平方公里 当时常住人口仅6万人 按照三峡工程正常蓄水位175米的方案 船线兼有49.3平方公里的陆地将沉没于水中 涉及库区搬迁人口9.1万人 占船线人口总数的15% 2003年的6月 三峡水库二期蓄水位达135米 整个乌山老县城彻底沉没于江水中 同年的8月 乌山新县城建设完毕 如今三峡的移民回故乡探勤 只会越来越艰难 明明在交通越来越发达 收入水平越来越高的今天 回故乡探勤之路怎么会变得越来越艰难呢 经过多方的调查 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是他们回故乡也要请假 那么请假的话 这个期间是没有工资的 没有工资对他们来说真的是要命 而且他们会担心因此丢掉了工作 第二点就是生存 那么既然迁出去了 那么肯定要积极涌入当地 那么就迫使他们把绝大数的精力 就放在适应当地的民俗文化 语言等方面 那么这样一来 就留给故乡的思念就越来越少了 那么第三点就是触景生情 毕竟当时外迁对他们来说是一段很艰难 唯一一段不舒服的回忆 住了大半辈子的房子 早已沉没在江底 儿时的玩伴或者或许已经不知道去向 祖坟沉没在江底 何以记住 所以他们对祖宗的心始终是一种愧疚感 我们来听一下三峡移民的感受吧 请问这里是三峡移民村吗 嗯 哦就三峡移过来的 你们都是婆婆 婆婆你好 婆婆 你们是从哪个地方搬过来的呀 我们是重庆市馆 哦重庆市馆的 我们是县城市乌山县的 哦乌山县的是吧 嗯嗯 我们立场那个下面立场要修三峡水电站 他们母要按摩起来 能够我们才走啥 母都要我们走啊 三峡移民从千里之外的乌山 来到陌生的龙山村时 人生地不熟 再加上语言不通 生活习惯不同 他们时常感叹 还是故乡好啊 我们老家本身好下情绪 据老人介绍 现在乌山县城对老人的生活补助 比迁往广东佛山更多一些 这一点在他们心里还是有落差的 如今19年过去了 三峡人在生活上又有哪些改变呢 难道他们移民过来只是打工更近更方便呢 我们来看看三峡人怎么说 你们班族有没有补助啊 有没有的补助啊 没得补助啊 他人也补助呢 据老人介绍 他们搬往这里来是没有补助的 但是国家给他们重建了房屋 他们家一共三口人 建了三间房屋 一共两成 超出两成的部分 需要自己掏钱加高 住所是解决了 但是这些人放弃了原本的工作 现在搬往这么远的地方 他们工作上又能得到哪些解决呢 从重庆搬到里边来生活习不习惯 喜欢 习惯 喜欢生活哪个不习惯 哦 我都习惯 哦 我都习惯 据老人介绍 当地的村民搬到移民村之后 也找到了工作 附近就有老板来投资修建工厂 工作上呢 也比较方便 他们每个人还分得了七分土地 村民如今也是将这些土地承包出去 增加了一份收入 另外在广东这边外来务工的人呢 也比较多 村民还可以把多余的房间出租 这样也增加了一份收入 据老人介绍啊 原本村里的房屋修建的不是这么好 存在地基下陷等情况 经过修缮之后呢 也更加的坚固 结实 住得更加放心的 以前村里还有很多野草 现在也全部铺了这种水泥路 环境也越来越好了 总之大家都融入了当地的生活 应该这个地方呢 当然好啊 我们也不走西西路 也不走 也不怕山 也不怕 那还是好 还是好 谢谢婆婆 就在屋里面活点水嘛 OK 大老师傅那你这三峡移民移过来 在这儿 干这个治水保安了 是不是 村子里的多少钱呢 村子里面呢 现在我是陆葬会转的买过头 那儿那两千一百六十八块 啊两千多 那两千一百多 啊 那咱们山下移民移到这边来的有多少人呢 哎呀 那我们那批这个金城区那行 我们那批都是一千七百多 都是在金城区 啊 就是金山这块有一千多人移民移过来的 啊 整个上海市应该是七千多人移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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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 那就是说你们还是很幸运的 就是说政策挺好的 是不是比你们原来在重庆要好啊 重庆也差不多 重庆也差不多 重庆它毕竟那是咱们老家在那儿 是不是 它有这个故土的情怀在这儿 是不是 你们重庆还在这儿 对 原来一直重庆 对 到这儿之后回一老家伙吗 我娘也回去一次 那边还有其他的意思 两年回去一次 我拿一下我骨子了我一个人过来的 我爸妈都还在 我们那里三峡水库 把那些田山淹没了 淹没了 上面是不是再上去都没有田 就一起搬卖钱 跟你以前这里没人 你们是这样 我们那边他说是搞发电站 泡了他们那些群才搬过来 不是发电站 他那个发水电 他也是那个意思 看那个河边那些叫淹没 是啊 我看我们那边也是 像我们广西那边也在搞个发电站 也要搬十几万人 还不是要到处搬 反正哪里没有人都去哪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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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